在现在这个高温天气 我们呢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养蓝的技巧 其实除了要把握好一些养蓝技巧之外呢 其实我们还需要给兰花做好这一件事 那就是给它洗澡 其实给兰花洗澡呢 并不单单是要给兰花浇水补水 其实呢我们还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清洁作用 特别是在高温天气 盆内呢会有这个浊气 那么我们通过洗澡啊大水浇灌呢 可以将盆内的浊气啊一些有害菌呢 全部给它冲洗掉 而且呢在经过水的一个载体啊 将新鲜的空气呢带入到盆土里面 这样的话呢根系在一个更新鲜的空气里面呢 它不容易出现闷根烂根的情况 可能有花也会担心 像这样子给兰花洗澡了会容易积水烂根 其实我们只要保证好用一些 透气性沥水性比较好的颗粒质料 再加上呢养护环境通风透气 那么它就不容易出现积水烂根 而且我们在给兰花洗澡呢 它不仅是洗根部 它叶片呢也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清洁作用 这样叶片的话呢 它上面的灰尘也会被容易清洗掉 它的这个呼吸功能也会更好 而且还可以起到一个防暑降温的效果 但是给兰花洗澡呢 我们一定要避开中午高温阶段 最好就是选择在 傍晚或是晚上比较凉爽的时候来进行 洗澡的时候呢 可以在水里面的加一点杀菌剂 比如多菌磷 喷一叶灌根 这样的话呢可以将这个病菌呢给消灭掉 也可以减少病害的滋生 如果担心盆土里面呢 有异菌被消灭的话呢 我们后期再用南菌王啊 或是南陵王来进行补菌就可以了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